各位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又是一天灵修时 欢迎来到恩典每日成修 我是子玄传道 今天我们灵修的内容是出埃及记第六章 想让大家回忆一下 你自己小的时候 开始学习跟陌生人说话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那或者你自己的内容 又是怎么样教导你的孩子 去跟陌生人说话呢 比如说小的时候我出外吃饭 那我家里的长辈 会告诉我 你去跟服务员拿一杯水 我就会很紧张 我不敢说 那他们就会教我怎样说 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怕 我就说 那等他来你自己告诉他好了 今天在出埃及记第六章 我们看到摩西似乎也遇到了 同样类似的情况 神叫他去告诉法老 要他放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但摩西却犹豫了 让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 在第六章的十到十二节 以及二十八到三十节 耶和华小遇摩西说 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 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 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 法老怎肯听我这啄口笨蛇的人呢 二十八节 当耶和华在埃及地 对摩西说话的日子 他向摩西说 我是耶和华 我对你说的一切话 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 看哪 我是着口笨蛇的人 法老怎肯听我呢 当我们读完了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看到神告诉摩西 去找法老的时候 摩西自己胆怯犹豫了 因为就在不久之前 他听了神的话 去跟以色列人说的时候 他碰了钉子 以色列人都不听他的 那现在竟然要去找法老 法老怎么会听 这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尽管神教了摩西 应该怎么说 但他还是犹豫了 因为他可能当时很在乎 法老会不会听 自己的口才好不好 会不会被拒绝 听起来这似乎很像 我们向人传福音时候的经历 那我信主了之后 我需要知道 我跟身边的人传福音 我的属灵长辈们 也教了我应该怎样去传 去说什么 但是当时的我 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挣扎 尤其是尝试失败之后 或者是对着 看起来不可能 接受福音的人去传 比如说我的父母 当时我很怕 我怕被拒绝 我怕口才不好 那这是不是 也是你在传福音上面的障碍呢 那我要鼓励你的是 我们去传福音 其实是主的吩咐 他也必会赐给我们力量 圣灵也会在我们里面动工 赐给我们智慧和口才 按照他的心意 让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传神的爱 我们只需要带着怜悯 宽容和依靠主的心 去向人宣扬那平安拯救的好消息 当人拒绝我们的时候 也让我们不要放弃 继续去爱 去关怀 去帮助 要知道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自己也被拒绝 但他没有放弃 他的使命 依然去拯救 去爱 去怜悯人 愿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也突破我们自己 去尝试向人传福音 用不同的方法去传 可能 你的一通电话 一个短信 就能带个人盼望和神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加油 去完成主的大使命 就算我们有各样的不足 但神必赐力量 在我们里面 去完成他的使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赐给我们每一天 有美好的生命 主要让我们每一天 都经历你的美好与同在 主赐给我们力量 也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 从你而来的智慧和恩高 和口才 让我们知道 如何的去传 主那美好的福音 那上好的消息 那拯救的信息 帮助我们 在就算我们失败了 就算我们遇到挫折了 让我们也不要放弃 把你的爱去传扬出去 去让更多的人 知道你的恩典 是何等的尝阔高深 也保守我们这一天 经历你的同在与美好 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主 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Amen 主赐福于你 也鼓励你 下载我们的灵修文档 用4F的方式 继续进修主的话语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